来自丹麦的Michael 来到长春多年 要问他对长春是否了解 他的回答一定行 必须的 大家好 我叫Michael 我是丹麦的 我来中国五年班了 我在这里工作 我是英语老师 但是我也非常喜欢音乐 我非常喜欢表演唱歌 我也非常喜欢学习东北话 长春之 我现在能说 不得干 卡马鲁鸭子 卡吐的皮了 我也会说大会 下会 我来这里有很多中国的朋友们 我也有外国的朋友们 我今天来到这里 给你们唱歌一下 我希望你们都喜欢我 给你们唱歌一下 给你们唱歌一下 看看我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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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fts and presents for all the girls and boys And we'll feast and we'll sing And with joy we will bring All our love to the world Wah-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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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We shall order Show your shopping war Gifts and presents for all the girls and boys And we'll feast and we'll sing And with joy we will bring All our love to the great big world 好的 谢谢 谢谢我们两位外国朋友 Hello Hello Where are you from? I am from Denmark 我是丹麦的 丹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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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自苏格兰 苏格兰 应该穿一个裙子 你是安徒生先生吗 对对对 安徒生同化 同化王国啊 上来的时候我还蛮担心的 他们两个中文好不好 对 好不好沟通 因为你的英语比较有限述 光知道来自哪里 叫什么名字 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Michael 你呢 Martin Martin My friends call me Joe War Joe War 和他脸上有Joe War 二位今年年纪有 您二老高寿啊 好战语 你可以猜一猜 猜一猜 这个金发碧眼的不大好猜 他们就好像从童话世界里面走出来的人一样 咱得四多岁 我觉得四十多岁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一岁 您呢 二十一 你儿子二十一吧 I've had a hard life 说到这个年纪了 在我们中国有一样啊 说你今年多大 就是问你属什么的 属下你二 你二位知道 什么叫属下吧 十二生肖 不太懂 动物 动物对 动物 牛 牛 你属牛 我属牛 说嗨的事夹带着几句这个 英语 英语 今天说一看 你牛秃 两位现在在长春做什么工作 我是英语老师 英语老师 外教就是 您呢 老板 我的老板 你是老板 我看你就气宇不凡嘛 那来了长春这么多年了 跟我们说说 你们二位对长春的印象如何 我非常喜欢长春 长春人非常热情 东北菜非常好吃 东北菜 东北菜 有很多美女们 最重要的就是有很多美女 非常好 你爱东北人 对 我的孙 你的孩子 对对对 好可爱 哈喽 来 帮你给来 好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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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在台下的时候 我看他拿个小吉他一直在弹 也是很喜欢音乐 喜欢文艺的一个小朋友 长得好漂亮哦 像娃娃一样 这种混血儿孩子长得好漂亮 来放下来吧 快累的 放下来 抱着快累的 那 两个人平时就是经常会唱唱歌 有音乐上的交流吗 和老板之间 我们非常喜欢音乐 在我们的学校我们都每天用吉他唱歌 跟我们的学校 孩子们听 非常喜欢 那二位比较平时啊 比较喜欢或者说唱的最多的歌是什么 最近我们有分享过的圣诞节 圣诞节的歌 圣诞节的歌 也刚刚过去 可以啊 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Gingle Bells Gingle Bells Gingle Bells OK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 horse open sleigh Hey Gingle Bells Gingle Bells Gingle all the way He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 open sleigh Yahree Christmas Christmas 二位来到我们长城之后 对东北话了解个多么 我会说一点点 比如说 比如说呢 Blag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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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mal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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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d 差不多 那觉得东北的冬天 寒冷吗 现在这个天 冷 冷 比我的国家冷 比你的国家 我突然间想到一个事 一定要求证一下 经常我们在微信 或者微博上会说 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 穿秋裤 还记得吗 你们平时穿秋裤吗 就是那个裤子里面的裤子 啊 她会说 你说的是内裤吗 眼前没有 眼前没有 没有 没有 不穿 不穿 每天一般有 平时会穿的 对 平时会穿 必须的比 必须的比 这东北人太会穿 那就证明了 不只是有我们 只有我们穿秋裤了 那二位来到这个 我们出彩 长春的舞台上 虽然二位不是 中国人不是长春人 但毕竟在 我们这个城市里 生活了 十年六年了 那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 来总结一下 你们今天在舞台上的 出彩点是什么 哪里哪里最优秀 我们自己 最No.1的地方 最厉害的 No.1的地方 在地球 在这里 在这个舞台上 我喜欢桂林路 去买东西 买东西 小吃 小吃 那你最爱吃什么 也喜欢金月 当然金月 金月团 今天跟他们两个聊的 还是挺稀里糊涂的 不管怎么样都希望你们在长春 能够能够工作的愉快 生活的开心 谢谢 我们是好朋友 谢谢 对 有时间我们还要一起喝酒 对 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二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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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谢谢 拜拜 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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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英文版小苹果 让全场变得 他是一名好歌手 更细名郝老欣 Michael 加油 好的 朋友们 我们本期的出彩长春人呢 就要结束了 在这一期里面 你们对哪一个印象最深 当然是奇缘组合了 对 这一期就不用讲了 因为好看的节目 好看的表演 电视机前和我们也经常在看 说实话来到这里 一个比一个精彩 对 但是今天的奇缘组合 真的是 太奇妙了 太奇妙了 眼前一亮的感觉 就是感觉这个节目呢 非常的神奇 而且呢 给我们传递了很多的爱 让我们看到了 他们四个人身上那种 闪光点和出彩点 就他们四个人往这一站 不用演节目 你就会 很神奇啊 很有意思 所以事实证明了 现在嘛 是一个靠脸吃饭的社会 没错 那我们节目呢 非常的精彩 在这里也要提醒 电视机前的您 我们的节目是在 长春广播电视台 娱乐频道 首播呢 是在每周日下午的17点 重播呢 是在每周六下午的17点 和周日上午的8点55分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那这次机前的您呢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JCCCR123 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与我们进行栏目互动 在这里呢 哎 我们还要感谢博朗化妆职业培训学校 对主持人造型的大力支持 好嘞 谢谢 朋友们 记住了百姓大舞台 有意你就来 我们是猪彩长腿人